我自称是血腺女王 那一次打架是这样子的 别人模仿你的产品 所以说很火嘛 当时客户的面 叹叹叹叹打起来 运货都是很原始 都是手壶吐拉机 然后我们两个人 坐在吐拉机顶上 而且都是满路颠簸的 因为你信息化很透明 产品统治化也越来越严重 然后我们只能是在 材料上面去下功夫 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供应商 花了几百万 就研发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材料 我们的材料放在一楼的 然后我们从二楼把鸡蛋 然后它就在上面 就是激战完喉无爽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私人定制的 一个体验管 那这一块 我们现在私人定制的 价格区间会在什么样呢 我们这款鞋垫定价的话 是1980 有这个设备 根据你的脚型测量 测量出来的话 就是看一下你的脚 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 你的脚是不是有母外翻这种倾向的 还有你的脚后跟 是不是有点偏离的 这个仪器能测量出来的 你站的时候 就在这个白框内 白框内 这个线内 对对对线内 给它搞针了 然后然后就开始扫描 可以了 进入结果 这个可以了 然后这你的脚的一个模型 你的足弓是正常的 右脚的话 七型有轻度的扁平竹 这一只脚 然后你的脚后跟的话也是正常 做完这个数据之后 你们怎么再把它做定制呢 然后我们这个 给我们的技术员 按你的脚型 然后把你专门定制一双鞋垫 好硬啊 对 这个放在鞋里面 你看去很硬 但是它踩上去又有点弹簧一样 它等于就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减震器 好这样子 嗯 那你不硬的话 那你不能把它这个 对足弓支撑起来 这些是足弓里的 一些运动人群 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大拇指 这样子套起来 然后另外一个拇指这样套进去 有些脚它是背起来的嘛 就是 然后它这一块地方有些脚就歪的 它这个是防磨脚 然后它这个来帮你这两个脚分开 还有脚震的功能 就这样的 弹性很好 这种脚震器啊 都有的 对不一样的产品 它这个上面都有说明 就是它有些脚就是有点歪的 这种现在都做到这个细节的程度 这边都是一些功能型的鞋垫 这些都是中性包装的 如果客人他们订货啊什么的 就会相对的包装给他们装上去 我做鞋垫有25年了 所以说呢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啊 也从一个小小的鞋垫 做成现在一个大大的鞋垫 所以呢 我也自称是鞋垫女王 对于这个鞋垫 比我自己的小孩 可能我用给他的这个精力和心血 会更多一点 过去25年的鞋垫生涯下来 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你坚持下来 我其实前期的成长啊 都是跟我的对手有直接的关系 他激励着我成长 没办法逼在后面的 无论是开发新款 还是我后来去做外贸了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那你说印象比较深的这种呢 就是那个年代产品信息化 还不是很透明 对于新款很敏感的时候 别人模仿你的产品 因为价格的竞争 跟同行有些冲突 甚至肢体上的冲突那种 在你创业观众 有什么样的肢体冲突啊 那一次打架是这样子的 就是客人开了我的货 我这边钱也付了 然后客人回到他那里去 叫去还是怎么的 反正他价格报的很低 产品做起来非常相似 然后他跑到我这边来 要么退款啊 要么把差价退给他 那到手的钱就这样挥了 所以说很火嘛 当时客户的面 突然啪啪打起来 那当时为什么咱们要做 鞋垫这个小小的生意呢 因为鞋垫也算是我们的主业啊 我的公公婆婆 都是做鞋垫的 我老公村子原来就是鞋垫村 那个时候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们家做的鞋垫都是那种 一些旧的布 还有一些碎的布 在锅里面用那个面粉给它淘起来 然后这样子一层一层弄起来 然后用手工剪的 手上泡的剪起来 那一天其实产量也非常有限 产量真的很有限 但是呢我们还是附近的村子里面 我们会放到别人那里去做 把它收拢过来 对然后我老公那个个子很小嘛 他自行车他都骑起来 挨家挨户的就是去收 然后拿到义乌去卖 当时就卖自己村里面这些鞋 对对对 用户都是很原始 都是手扶兔垃圾 运到义乌要八九个小时啊 然后我们两个人坐在兔垃圾顶上 而且都是满路颠簸的 以前就是大巴也很少 出火车到义乌 虽然火车票以前很便宜 好像就两块五还多少 但是也好像舍不得 然后坐托拉机过去 但是还是挺幸福的 现在想想也是 那最开始创业 无外乎为了赚钱嘛 那你们想着赚钱来 要干什么 当时跟我老公那时候在街上啊 他骑着一个三轮车 我注意他的后面 义乌高楼大厦很多 我跟我老公说 什么时候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啊 当时是奔着这个目标啊 在义乌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盛总我很好奇啊 这么一个小小的鞋垫 怎么能够给你 放到这么多的财富 一路过来看到这个产品发展 有什么一个变化的趋势啊 我们普通的人理解这个鞋垫的话 都是那种土车啊 或者是煮炭的这种 海内增高的这种 对 那李老师你理解的我们的鞋垫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我理解可能就是满足一些基础的 除汗对吧 或者你说的内增高 还有一些可能防止那个刮伤的 一些点吧 那种鞋垫的话呢 应该十几年前的 因为我们是在做那种鞋垫为主 到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从功能性上面发展 土测的啊 土探的啊 增高的这些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更加注重于 桌护里这一块去延伸 在国外市场吧 都会有我们这些产品 它对于脚的前掌啊 后跟啊 就是保护作用 健康的这个理念去设计研发的 主要是功能行为 满足健康的需求 对对对 这些产品的话 我们发往不一样的国家 它消费的属性不一样吗 不一样的 有像欧洲国家是差不多的 然后像俄罗斯的 但日本的他们的版型 尺寸也不一样的 偏小一点是吧 对像日本的 它那个都是比较小 然后也比较尖尖的 就是叫欧洲国家 它比较会粗旷一点 大一点 这个它一般能卖出什么价格 这种它在那边二三十美金啊 美金二三十美金 对对对 二三十美金 这种最起码的 这种这种版型的 可能还不止 这个是足弓垫 像这种就是羊毛鞋垫 像这种是应该是 这个是电商款的 这个是牛皮后跟贴 还是牛皮做的 这个有些人这里通 有些人这里通 都会有的 跟或者是足弓这里 这个脚盘组这里 对 所以说它都要用这个鞋垫 它不同的位置都有的 我们有足弓垫 有后跟垫 有前掌垫 有后跟贴 还有肌眼贴 都有 他们要的就是舒服舒适 然后对脚有保护 这样子 对 这个是全自动的 我们这个看去这个很透吧 这样子 应该是在这个灯光下 这样子 像这个钞票一样 一张张也是你的钞票 不过可能它就跟中国的区别 就是它的产品可以卖很久 它只要开发起来了 它一直都有贩单 然后这边是一个主攻支撑的 然后这边呢 他们外行的人都叫硅胶的 其实我们这个是弹性体 这个行业已经卷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 因为信息化很透明 成品统治化也越来越严重 那价格战也是越打越激烈 我们如果说跟他们一起去打价格战 其实是两倍俱伤 三倍俱伤的呢 然后我们只能是在材料上面去下功夫 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供应商 花了几百万 就研发了一个简占的一个材料 我们的材料放在一楼的 然后我们从二楼把鸡蛋 就是 然后它这个上面就是鸡蛋完好无爽 这么高鸡蛋砸下去都没有碎 是的 所以说它这个减震效果非常好 那盛总咱们最开始出海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难点 我们05年开始做外贸 刚开始客人是拿我们的产品 在后来那些客人做手了嘛 也是朋友一样了 然后他把样品从国外带回来 让我做 我一看我说这个是鞋垫吗 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客人他示范给我看 这个原来可以做成这种样子的 所以很惊奇啊 打开了产品的思路 对对对 然后后来的话 我就在这些产品上面去修改去改进 然后做成了很多一系列的这种鞋垫 所以早期的出海 早期的外贸的时候 是客户的需求来倒推着 咱们本身的产品的一个创新 对的 以前的话都是客人要什么 我们该给他做什么 后来呢 在自己跑到国外去 然后每次回来呢 一个行李箱拉回来 对拿回来吧 就是看看哪些能做的 哪些能改的 这样子去开发新产品 因为当时自己的概念里面 我都想不到是这样去做的 这然后疫情这几年啊 因为也出不去了 国外呢也进不来了 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 花了也很大的精力 反过来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国外的很多产品 那肯定还是我这边的产品 比他们更加有特色 就是不亚于国外了 那我们有没有在跨境电商平台啊 这方面发力 跨境电商我们在做的 我们弊端来做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参加故事的这些国际站啊 具体的话 我们下面都还有不同的团队在操作的 那现在的话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想选择鞋店来创业 特别用电商这样的 相对低门槛的方式来进入 还有没有机会 那机会当然很大了 因为鞋店这个行业呢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门的 跟其他行业比起来呢 没那么卷啊 对真的是没有那么卷 线下跟线上比的话呢 就线上呢更容易推起来 因为线上的话呢 它有短视频的方式产现 还有各种玩案 消费者呢能很直观的看到 它有这个功能 那个功能能解决我哪里的痛点 所以说呢 在线上比线下更容易 比如说那家里的老人脚痛 那我们去网上搜索一下 一个关于脚痛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脚是磨脚的 那你再搜索一下磨脚的 它就会后跟贴啊 防滑贴啊 这些东西都会跑出来 它更容易让消费者找到你 未来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来工厂上班 工厂怎么样去发展 年轻人的话呢 我们厂里的办公室里年轻人都不太多 那个小的也都是90左右的 00后就是很少 因为我们厂里的广里年纪也比较大 我们厂里是一个比较会做 比较实干型的 然后看他们年轻人在那里 就是看个手机 他们认为都是好像玩的 其实他们工作效率会比较高 可能他做个表格 老大都做好了 年纪大的他本来就不熟练 每个表格都做不好 我义务全部都是 就是最大也是80后 现在00后都很多了 那我自己培养的 真的是很包容他们 有时候就想到他们 我是这小孩 像他们这样子 能够上班下班 这个点能够到达 都已经很不错了 那我们要看到他的优点 那年轻人 你要想跟我们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 以前这种吃苦的环境过 他已经是不需要这么奋斗 就是这个环境在这里 你看我们家儿子 我讲过了 他如果上下两个班才点 根本才不起来 他晚上睡得晚 中午来上班 都还算不错了 他们可以晚班 但是他们早班肯定吃不消 那在你看了 义务这种典型的前店后厂 是不是才能保持持续竞争 持续发展的一个健康模式 也不完全是吧 有工厂支撑 订单更容易接 那还有一种 他的设计能力非常强 他就是他设计 然后他到外面的工厂去加工 这也是他的核心 那他的服务能力要很强 对 他的服务能力 快速响应能力要很强 那你如果说完全就是靠 把产品搬过来 再卖个客人 这种事已经做不起来了 然后也不是说你住在店里等客人 现做商也要被淘汰了 虽然是在店里 我们每个人都有店面 但我们有各种渠道 去把客人引进来 存中间商 他也很难有生存空间了吗 那如果说他存空间的 如果他的产品没有优势 他的服务跟不上 那就肯定是不行 应该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